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是大麻了 我们常常讲的话就是Mariwarner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家长的话 我小孩子很勤快 我不会往外跑 回到家里面的话 好像学校的话有个园艺课 他在家后院里面 种这些东西 种这些东西 这个大麻里面它是一个日带植物 当然了这种的话 这个就是说 那个属于安非他命的一种 也叫摇头碗 这类的话 他们小孩子常常拿这种的话 这个是摇头碗里面的话 是比较街道上买的东西 圆圆片的 长得好漂亮 长得很漂亮 零人气OK什么名牌的 对 这种的话就注射下去了 这个海洛因 可以打进去的 这类的话就是说 兴奋的时候 他们往往的话 就是打在里面的话 就是他们可以的话 失去 可以忘记一切 以后可以很害 对 所以真的是很容易 拿到这些东西吗 这个非常容易 有的时候小孩子里面 在学校里面 大家都知道 据统计里面 美国高中生里面 有一半的人 都抽过大麻 所以连我们的总统 前任总统克林顿的话 我抽过一口 只是我没有 我试了一下子 我不喜欢而已 所以很多人的话 尤其是这个抽大麻的话 就像香烟一样 卷起来包 包以后抽 抽以后的话 他兴奋了几个小时 以后你不抽以后 他就开始很烦躁 以后慢慢地上演 他们往往的 小孩子里面的话 是从抽大麻开始 以后拿着摇头碗 摇头碗它是小圆圆的 游了之后 就一颗一颗的那样 一颗一颗的 对 这里还吃下去里面 兴奋了几个小时 以后没有兴奋的时候 他们就变得很烦躁 烦躁之后 情绪波动很大 所以这种情况 他们还不过瘾 他们就开始敲咬脚碗 咬脚碗那边的话 抽咬脚碗 还不过的话 在海洛因 一步一步陷得很深 吃得不够了就注射 对 注射了之后 有的时候用鼻孔来抽 有一种的话 它用打针 最严重的话 就是海洛因 海洛因跟这类的话 Cocaine 这种的话就是说 会上瘾 上瘾的时候 基本上你非要进 这个戒毒中心去戒毒 才能够强制性地戒的 好 我们真的是 不可以太乐观 觉得说我们的子女 不可以沾上这些毒品 有一些现象 还是提醒我们家长 要注意的 比如说您刚才提到说 小孩突然就是 不定时地开始 或者烦躁发脾气什么 也许这个时候药件过了 又需要用那个 不是药就是毒品过了 毒品的 打的烦躁期 还有学习成绩以前的 一贯很平稳的 突然间跌得很厉害 同时的话 他有的时候 起来的时候 起床的时候 无精打采 有的时候 一下子很兴奋 讲起话来里面的话 你打他他也不痛的 因为他的兴奋其中的话 他讲起来的话很hyper 以后有的时候 讲什么东西 他一下子就忘记的 这类的话情形是 就往往是与毒品灼怪的 有的时候的话 他们有专用语 有很多时候 我要抽 我要拿一点 跟朋友讲话 这味 味的话好像是野草 grass这些东西 都是他们专用语 好像cook 以为是可乐 但是其实是海洛因 所以这种常用的语的话 他们小孩子经常会用 使用这个语言 所以很多时候家长的时候 他往往不知道 我们关他提到 很多时候有个家长那边的话 我小孩子很勤快 学校的园丁的工作 拿回家里面种 在后院里面种了一些 一些plant 这些plant的话其实是大麻 以后这种情况之下 家长应该要认识一下 哪种药是真的是毒品 哪种是真正的 那个合法的可以种植的 一个是小孩的行为 还有就是小孩的味道 当然有时候小孩在抽这些东西的话 他的周围的环境 他的房间或者他的衣头上 应该会沾一些东西 尽管他们会喷香水来掩盖 但是还是会残留一些口腔 讲话什么的 有的时候讲话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的话 他眼睛的话 已经是基本上 闪舌的 对 闪舌的 有点它迟钝的反应 有点迟钝的 懵懵懵懵懵 所以还有一种的话 他们跟朋友在一起里面的话 一出去以后 几个小时不回来 也不接电话 以后往往他们在一起的话 可能去吸毒学 别人都说怎么可以找到 myspace.com 这个小孩子常常光顾的网站 就可以买到这样子的 好 说到网站的话 其实这是接下来 我们下面一个单元 要跟大家 要跟家长讲一下 因为其实在那个internet 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当然说适当的玩 在家长的监控下是可以 但是internet上面 我们说这个人是你看不见的 对 可能也许可以把你的小孩子 教得很坏 出现很多的问题 那下一个单元 我们还要谈一下这个的问题 今天请到的是 邓红律师事务所的 邓红律师 我们待会见 今天我们请到邓红律师 给我们大家谈青少年 暑期的行为还有安全 那么刚才讲到电脑 互联网 那么当然说 myspace.com 可能很多家长听过 也许还有家长没有听过 然后稍微跟大家说一下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不过您最近有三个案子 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的 对 我有三个客人 就是因为使用了 myspace.com在里面交友 交友的话以后 引诱小孩子出来 以后发生性关系 发现小孩子里面 未晚18岁 以后被告强暴 以后另外的话 在网上的话 威胁别人 威胁老师 以后还有一个案件的话 小孩子里面的话 在网上的出售毒品 所以买卖毒品 所以这一类的案件里面 myspace.com是一个交友网站 就像一样 枪是没有犯罪的 但是的话你是怎么样用枪 你枪可以用诸位 internet是蛮好的一个 更便工具 但是的话如果用得不当的话 往往的话就会出现问题 当然我们说 小孩子在暑期中很容易 就是上网 很多家里都有 对不对 上去之后 其实在那发生问题最多的 一个就是说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毒品的问题 对 其实像您说的 有时候小孩 有一个十几十三岁的小女孩 在学校贩卖这些海洛因大麻这些 他就是在网上买的 就买了以后 就很容易就买到了 对 并且他们有很多的小孩子 才能用的这个message 有test message 最后 internet messenger里面 在哪里 我给你碰头 多少钱 以后父母一看到 没有什么东西 看不懂 看不懂 因为这个是好像外新闻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 怎么样子去了解一下 小孩子internet messenger里面的话 他讲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以后他们的话 往往的话 很多小孩子里面的话 很都在 尤其是小孩子 高中的女生的话 在网上里面 碰了很多就是性陈犯的人 这些人的话 就是有恋童症的人 也在这网上来 寻找下手的对象 我们常常教小孩子的话 OK 因为陌生人 不能够跟他们答话 但是的话 在网上里面的话 到处都是陌生人 对呀 最后他们偏偏 因为很多小孩子的照片 将自己的地址 联络电话 全都放在网上里面去 因为很多案件里面的话 一些性陈犯的人的话 恋童症的人的话 在家门口等等 以后引运的孩子出去 这件事情经常会发生 所以家长的话 一定要monitor 要观察一下 自己的小孩子的话 到谁哪些网站里面去 并且的话 有一个越法三丈 不能够要到一些 乱跟陌生人的话 交谈 在网上的话 不能够给自己的 个人资料 还有电脑 住址的提供出去 也就是说父母 当小孩子 自己在电脑前 待的时间太长了 父母一定要关心 父母一定要注意 对 当然的话 很多时候 如果是发现 有问题里面的话 一定要及时报警 让警察 他才有这个事情 以后同时 在学校里面的话 发现有这番问题 跟学校的话 很多的话 学校的话 他们有一些辅导人 而是说向你诉苦 将里面心里话 谈出来了 自己给他一个咖喱 一边的话 很多网上里边的话 有一些人 给你很多 advice 但是他们是有意图的 慢慢地取得你信任之后 我们出来吃饭 我给你介绍 给你一些 advice 这样子 慢慢引诱小孩子去的 所以很多时候 网上犯罪这些人里面的话 关开始的话 都是装处非常好的 我是一个老师 我会帮助你 后来一查一下子 发现这个已经是 有性生犯嫉妒的人 所以这类的话 父母的话 一定要教小孩子 怎么样子防范 这方面上当的圈套 简单地说一下 当然做刑事律师这么多年 而且您也处理很多青少年的事情 那么最近您看的哪些的情形比较多 网上犯罪 网上犯罪越来越多 并且的话 往往是我们华人家长里面的话 是最后一个才知道小孩子犯的错 我们有一些小孩子的话 电脑非常多 但是的话 两截下来别人的 credit card number 拿到别人的信用卡号码之后 的话去别人去盗用 这些东西的话 一定要教育小孩子里面的话 世界上没有freelance 不能够不劳和获的 一定要教育小孩子里面的话 怎么样子处理保护自己的同时的话 怎么样子来尊重别人的财产 很多时候觉得 download一些盗版的东西 就是音乐 好 感谢观看